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酒吧讲堂 我是杨子宝 带着大家走遍世界各城市 欣赏捷运系统 跟有趣的公共运输 今天我们要谈谈什么 谈非洲 我喜欢非洲 我去过非洲很多次 然后我一直很喜欢非洲 而且有一些奇怪的情感 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不过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非洲一个大家一定认识的城市 埃及的开罗 开罗的捷运 开罗的捷运 民生很大 响当当 因为它是整个非洲大陆 世界第二大的路快 里面第一个捷运城市 第一个拥有捷运系统的城市 那么当然开罗 或者埃及的民生也很想亮 它是世界最重要的古文明城市 或者古文明国家 或者古文明国家之一 对我们来说 在历史的想象 或者文化的感染上都很重要 开罗的捷运是1987年9月27通车的 1987年 比台北都早 比台湾的第一条捷运 1996年都早 早九年 所以 就非洲来说是先进的 而且很长的一段时间 开罗捷运 一直都是整个 非洲大陆 唯一的捷运系统 一直要到 2011年很近 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 它的首都捷运通车了以后 非洲才有两座捷运城市 一直到今天 所以它是第一 所以第一或者很长时间里面的唯一 当然是值得瞩目的 其实不谈捷运 开罗也值得瞩目了 我想所有的人 大概闭起眼睛 都可以想象埃及的情景吧 不管看古装片 看埃及艳后 看阿拉伯的劳伦斯 或者一切的 讲阿拉伯文化 讲古文明 讲传奇 都会出现一些东西 就是沙漠 然后金字塔 尸身人面雕像 而且有很多传奇 我有朋友 我自己都有一段时间相信 那个金字塔 或者尸身人面雕像 是外星人建的 然后那个三角形的柱体 有一些神秘的 魔力或者功能 什么东西放在那个 缩小的金字塔里面 就比较不会腐败 我听过好多这样的东西 而且那几乎变成一个象征 一直到现代 在巴黎 在那样子非常西方化的地方 我们都会看到 东方 它所谓的东方 其实就是埃及式的影响 比如说协和广场 湘险大道的端点 协和广场 有一个埃及的坊间碑 放在中间 那么罗浮宫 那个贝玉民 会弄一个玻璃金字塔 贝玉民其实是华人 华裔 然后东方的想法 里面会放个金字塔 因为金字塔很难说 有人说埃及不是在北非吗 那不是非洲吗 其实等一下 埃及这个国家 很难说是纯粹的非洲 有时候我们说它是亚非国家 那个就跟土耳其 有时候变成欧亚国家一样 土耳其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 就是亚洲了 所以它的领土 包括了欧洲跟亚洲 埃及因为有西奈半岛 有一个最著名的 苏伊士运河 所以它其实是 接到亚洲的西部 跟非洲的北部 它的领土占据了亚洲 如果用地理来分的话 埃及领土是由非洲跟亚洲的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欧洲人认识的亚洲 也不是非常亚洲了 欧洲人那时候 当然比较近代的欧洲人 世界观比较开阔了 可是在早期 他们认为 北非或者亚西 距离不太远 甚至希腊再远一点 就是亚洲了 他们的世界观是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埃及文明 也被视为东方文明的一部分 在欧洲人的世界观里面 所以是非常有趣的 埃及不管怎么样想象 这里面想象里面 有很多误会或误解 可是神秘 无老 很早就有高度文明 跟高度科技 到今天为止 我们都觉得巨石很大的石头 怎么样切割成方方正正 然后建立一个金字塔 然后金字塔的功能是什么 只是林木而已吗 还是有什么神奇的想法 为什么会有狮身人面雕像 人跟狮子的结合 象征的是什么 狮子也是非洲跟亚洲西部 独特的动物 所以我有时候 跟我的学生讲说 不要做笨事情 如果有人说 亚洲有没有狮子 或者非洲有没有老虎 你都要非常小心 原则上 非洲是没有老虎的 亚洲 其实亚西 接近非洲 这个地方 才会出现狮子 所以 当然 你说动物园里面一定有 可是 那个动物 或者 凶猛的动物 或象征 在这两地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 在亚洲 我们觉得虎就是凶的 可是狮子 因为生活中没有 很遥远 常常是祥瑞 可是在非洲 它们就会觉得老虎 比较是神奇的动物 因为生活中没有 狮子可能会 叼走村里面的小孩 或者伤人 所以它是凶恶的 那个概念什么 世界 对世界的认知 对象征物的定义 都不太一样 这就是 世界好玩的地方 我有时候觉得 也是跨文化 很重要的一个趣味性 所以埃及 埃及所有人都懂 所以没有问题 我觉得 谈埃及 对我来说 比较没有难度 是因为 我不必 担忧我的听众 我要沟通的人 脑海里 完全没有影像出现 最惨最惨 会出现一片 沙漠跟金字塔 那当然不止这些 我们要谈的是 我觉得有很好的东西 可以谈 就是苏伊斯运河 苏伊斯运河是什么 是很重要的 没有那个闸门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运河 叫做巴拿马运河 它需要闸门 需要很高的技术 才能通过 没有闸门的 最大的运河之一 它连接的是 地中海跟红海 也就是 它连接欧洲 跟亚洲 事实上埃及 我们就可以讲 说它根本就是 抓住 扼住 那个欧亚的连接 因为最早 航线是这样 欧洲人如果要去 亚洲 要认识这个世界 当时亚洲最大的战 就是印度 印度的梦买是一个大战 也是英国人 或者欧洲人 殖民亚洲的一个 重要的据点 以前是要怎么走 是要从伦敦 或者法国的马赛 走走走走 绕过整个非洲 绕过好旺角 然后再走走走走 走到印度去 所以当时以前东西 很贵的 比如说茶叶 瓷器 绸缎 甚至糖 香料 都非常非常贵 以前欧洲人没有 我觉得欧洲人很好玩的 比如说对香料的认识 对茶叶的认识 以前印度的红茶 或者更多中国的茶 是很稀有的商品 为什么稀有 很大的原因就是 要走的路很远 要走路很远 然后风险很大 有很多海盗 那海盗会抢走 货物或者商人 所以让海上运输 变成一个很大的冒险 东西价格自然就贵了 可是开始有苏伊士运河以后 苏伊士运河的打通 大概是19世纪中期 或者是1869年 1870年的事情 一旦打通了 那个航线就至少减少到一半 就是英国伦敦 或者法国马赛到印度梦买 这个重要的东西文化交流的航线 就被打通了 所以这一条航线 对欧洲人而言 或者我们定义的西方人而言 非常非常的重要 怀必受害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那祈祷上帝你一定要很强 如果你不强 你拥有一个珍贵的东西 这个珍贵的东西就被人家抢走 那像土地、领土、运河、港口 这种东西不能被抢走的 那就糟糕了 你就会被占领跟殖民 这是人类的现实 就是我不晓得该不该说人类的现实 其实不应该了 应该是说那个势强凌弱 这样子欺负弱者 争取最大利益的心态 一直在人类这个范畴里面 不断地重演 所以埃及 即使它的古文明非常的精彩 曾经它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地方 它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就是最早最早 很早的奴隶制度 或者帝国的兴起的传承 可是它在列强出现以后 当地理大发现 大汉海时代出现以后 开始征服跟殖民以后 它就受尽了欺负 这大概也是非洲的宿命吧 非洲有白色非洲 就是北非跟黑色非洲 那我看到 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 曾经看过很多的古地图 其中有个古地图 让我印象很深刻 大部分15、16世纪之前的地图 都只出现亚洲、非洲跟欧洲 欧洲人画的 其中我看过一个法国人画的地图 当时也许大航海时代还没有兴起 地图的准确度跟测量素 都并没有蓬勃的发展 画得很简略 画得很简略 而且有点点神话式的画法 他把那个欧洲画成一个女王 脚踩着亚洲 手握住非洲 非常具象化 而且是跟地理不是那么符合 可是那个讯息传达的是什么 是亚洲一定是个大的土地 距离我们有点远 然后非洲就是囊中之物 是欧洲人可以尽情剥削 使用跟甚至伤害的地方 那里面传出那个讯息是这样 我看了其实感触很深 就幸亏我们离欧洲 还有点点距离 中间又有亚西的沙漠 当然后来东方或者亚洲 还是受到伤害了 可是那个伤害实在不如 非洲来得早 来得深 来得痛苦 不管是北非 变成殖民地以外 黑色非洲甚至变成 劳动力的来源 很多人被捕获 很长一段时间 黑人被当作货物一样 或劳动力一样 在殖民的过程中变成商品 跟牛羊一样变成劳动力 甚至被带到美国 带到欧洲去做奴仆 那样的悲惨的殖民历史 所以对历史了解的越多 或者知道的事情越多 我们重新看这些地方的时候 感觉都不一样 尤其我对苏伊士运河 还有一点感觉 是因为这样子 苏伊士运河是一个 很重要的路线 我应该这样 它几乎是不用闸门的 第二大世界第二大运河 其实第一大是什么 是中国的金航运河 中国在运河整治的时候 也有很精彩的建设 但是如果要跨洋 苏伊士运河 应该是世界上第一大运河 那它对东西的航线 有很重要很重要 关键的影响 所以很多人争 一直在争夺的时候 大概1936年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英国确定了 对这个运河的控制 那英国当然是 很重要的航运国家 这个以前日不落国 那它本来就是个海洋国家 所以它对 它对埃及的争夺里面 占有很重要的角色 可是大概1952年 埃及就独立了 然后就一直争吵 要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 差不多独立了两年 1954年 英国就破云 因为当时的英国也弱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英国要对抗战争 对抗德国 死了不少人 国力也衰弱了 所以它对埃及的控制 就渐渐失去了 那么大的力量 当时战后 民族自觉的力道又很强 所以终于在1952年 埃及独立 1954年 英国就同意 放弃 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 要归还 那差不多就是1956年 我讲这个时间 不是一个数字 因为1956年 其实还有 等一下我会稍微讲一下 还有其他的故事 1956年 英国几乎所有的军队就撤离了 埃及就变成一个 真正独立自主的 包括这个重要运河的 管理跟控制的权力 都拿回来的时候 可是1956年发生什么事 就是有苏伊士战争 或者我们讲 第二次中东战争 就是以色列开始跟 周围的回教国家 发生战争了 以色列是一个很强的小国 跟周围的国家 包括了埃及 因为当时周围的国家 都是伊斯兰国家 跟以色列这个基督文明的国家 有一个本质上的冲突 或者类似宗教战争的状况 所以英国人在1956年 撤离苏伊士运河的时候 发过一个好语 说好 你们这些埃及人 这些 我用那个口语表达 就是这些没有知识的 没有技术的 没有高科技的埃及人 你们把我们赶走了 相信我好了 我有一天一定要回来 因为你们要求我 来管理苏伊士运河 当时英国人发出这样的好语 我为什么说这个话 我花两三分钟讲这个故事 我年轻的时候当过监狱工程师 我负责的第一个案子 或者第一个重要的案子 回台湾以后 就是当时的木扎县 现在的文湖县 自动控制无人驾驶的监狱系统 最早是马特拉 法国的马特拉公司建的 然后马特拉跟台北市政府 有诉讼 有赔偿 有付权利金的许多冲突 然后这个监狱系统 不要说是当时 即使到今天 无人驾驶的监狱系统 都算一个精密的极限 所以马特拉当时 跟台北市闹翻的时候 在1994、95年的时候 有一些冲突 96年开始通车以后 马特拉公司要求的赔偿金 一直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马特拉公司最后就突然 所有的人紧急撤离 当时因为我讲法文 我留法的 甚至我在法国的时候 曾经在马特拉公司实习过 所以那些法国工程师 都跟我讲一句话 那个有一点盛气凌人的话 就是我们就撤离 然后有一天 你们会求我们回来 我要说 我喜欢苏伊士运河的故事 尤其应对着马特拉的故事 从此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那些英国人离开了以后 说你们埃及人 根本不配管理苏伊士运河 你们也没有技术 也没有能力 你会求我们的 这话说了 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1956年 超过50年了 就刚好50年 如果用今年的 2015 2016年的想法来看的话 差不多就这个数字 那中间 埃及人从来没有求过英国人 英国人离开了以后 继续使用这个运河 这个运河一直管理到今天 都没有问题 包括了第二次中东战争 就是苏伊士战争 彼此攻击中有很多沉船 那么埃及人在苏联 或者其他国家的帮助之下 把沉船移开 清通航路一直运作 那台北也一样 台北的木榨县 后来还延伸成文湖县 更长了 那么这个机密机械的运作 当马特拉人撤离了以后 马特拉不拉 我们自己拉 台湾还是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我说这个故事 当然有一点点疑情 所以我尤其看到 埃及的历史 或者埃及 等一下我要说的 埃及捷运史里面 都有一些互动 就是列强 或者先进国家 跟后进 或者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关联 一些互动 跟一些 我说 性与不性的故事吧 这些构成了 这个世界许多城市的 另外一种历史 跟另外一些故事 一些另外一些感觉 我有点触动 不过这个触动 我待会再跟大家深深的分享 稍待片刻广告回来以后 我们再回到酒吧讲堂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酒吧讲堂的节目现场 我是杨子宝 我们今天谈的是 埃及文明古国的 开罗 它的首都 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市 很美很美的城市 很有历史的城市的 节目系统 开罗的捷运在1987年 9月27号通车 事实上如果要讲的话 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 是非常有趣的 它既然叫做文明古国 虽然有它的 它最早建立了它的文明 埃及文明 然后会有 罗马人也来 拜占庭帝国也来 迦太基人也来 然后后来阿拉伯人也来 然后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也来 它其实经过了很多很多 不同的文明的占领 影响感染 所以它其实是个 很先进的国家 包括后来 英国人也来 后来 其实拿破仑也打到过埃及 所以还带来一些战利品 到现在为止 巴黎市 有些地方 不管是博物馆里面 或者城市建设里面 或者城市装饰里面 都可以看到埃及的元素 英国尤其停留的时间很长 那么美国也有些介入 所以非常有趣 还有苏联 如果我要讲的话 很长的一段时间 苏联其实协助埃及 维持战后的某些发展 或者某些技术 苏联的军事工程的顾问 在埃及的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发展里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而且它是一个大城 它是整个非洲第一大城 很早 它的人口就超过一千万 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是非常大的 当然它的福音也很广 所以其实开罗在1930年代 就开始有捷运的构想 作为一个大城市 它很容易就塞车 那么它的私有汽车的 拥有率很高 那么很多人骑摩托车 或者还有受力 就是马车牛车的 这样子的现象发生 所以你可以想象 都市的交通很乱 但是这个城市要运转 要发展 需要一个有效率 而且大家都付得起价钱的 公共运输 来协助大家移动 然后让都市运转 所以1930年代就讨论了 可是讨论了很久 主要其实还是 作为一个大城 你到底要不要开藏破度的 大刀阔斧的施工 因为施工一定有交通黑暗期 所有的市长都会碰到 这样子的难题 就包括台北市 或者高雄市 当城市已经有一点规模 当城市正在运作 你要长痛还是短痛 你要不要去 因为施工带来的痛苦期 短期的 然后得到更大的方便 但是有时候 像埃及这样的国家 很早开始有一点点民主 有一点人民可以发声的 表达意见的时候 那个市长 或者政府元首 都会碰到一个难题 真的 就是如果我在四年 八年里面新建捷运 然后弄得大家怨声载道 恨我恨得要死 那我可能选不上 对政治人物来说 失去政权等于什么都没有 那可是对都市发展 或者人民福祉来说 短痛 说不定可以换来 长久的幸福 我们也有这样的争议 也有人付出代价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了 捷运系统 台北 高雄 然后运作得还不错 埃及恐怕就没有那么幸福了 他们怕 他们担忧 他们有财政的忧虑 花这么多钱 这是机会成本 你花了钱去捷运 你就不能做别的工程 那可是人民也期待别的工程 所以这么多弄在一起 所以1930年就有先进的工程师 其实埃及的捷运历史 与其看他现在的捷运 不如看他的历史 因为历史更有趣 我看过 有德国工程师 有日本工程师 有苏联工程师 有法国工程师 参与这些讨论 提出不同的计划 一直迟迟未决 差不多要到1980年代初 才真的做了 然后他们的效率还算快 在1987年9月27就通车了 那么发展到今天 其实已经算不错了 我觉得 作为非洲最大的城市 作为非洲第一条捷运系统的 或者第一座捷运城市 它现在有三条线 有61个车站 有78公里的长度 它也许比台北不算太长 台北路网更绵密了 比高雄好一些 所以它其实还是个 不错的捷运城市 然后使用的人密度很高 我看到就是捷运里面 有很多达成者 那的确扮演了都市运输动脉的角色 所以虽然它的捷运 看起来有点成就了 因为它有点历史 然后有不同的国家的协助 所以看起来也有一点点 杂牌军的感觉 但是运作得不错 那的确也发挥了书运 或者城市运作基础建设的功能 有趣的是 因为埃及现在已经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伊斯兰教的国家 所以它的捷运车厢里面也一样 我说用也的意思就是说 在非洲有两个捷运城市 一个是阿尔基尔捷运 一个是开罗捷运 有女性专用车厢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对这个都有点敏感 为什么 就是说我自己整个成长的历程里面 在大学之前都读男校 所以我的生活中都有男校跟女校的差别 你们大概猜出我的年龄了 我不要说 所以男生跟女生分离 的确在我的文化因子里面 所以我进到大学的时候 或看到漂亮的女生的时候 或者说旁边会做女生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跟新的文化震撼 我要这样说 所以我因为经历过这些 当然现在在我生活中很平常了 那么现在好像真正的男校或女校 好像也不多了 至少在台湾 当然这个时候 我再去看或去搭乘 在公共运输里面 居然有女性专用车厢 或者男女区隔的做法 我会另有感触 就是公共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 public 是不是没有歧视的 没有区隔的互动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自由的选择 跟自由的移动 是没有划线的 没有规定的 自由这个字很奇妙的 public跟自由 公共跟自由应该有一些关联 当然我的埃及朋友都告诉我 有女性专用车厢 我说地铁里面 是对女性的尊重 我在某个意义上也接受 尤其我的朋友其实都是个 我的埃及朋友 是很健康 尊重女性的 他这样说 可是我总觉得他这样说的 背后有一些忧虑 就他们会告诉我 他是尊重女性的 的确他的行为也是尊重女性的 我看到了 但是他对他的同胞 或者周围的其他男人 并不是有百分之百的信任 所以他会建议 如果女性在埃及旅行 要安全一点 不受骚扰 那还是去女性车厢吧 那我后来在网络上 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有一个 美国的女记者 有一个报导 有一个长篇的专栏 在英文报上写的 就是我在 女性车厢里面 开罗捷运的女性车厢里面 听到这些那些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都是女性 很有趣 不是中国有个古话 叫做三个女人一台戏 就是大家 因为周围没有男人 没有讨厌的男人 好吧 所以他们聊得 更自由 更开放 会更 不担心政治的 或者不担心压迫的 谈自由的 抒发自己心里的话 而这些话 放在西方人的报导里面 或者西方人的阅读里面 你会看到一些 跟官方或者一般 或者有戒心的 对话里面 得不到的讯息 所以很有趣 那个捷运里面的 女性专用车厢 其实也透露出 一个社会的某些切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你所收听的是 98新闻台 98讲堂的节目现场 我是杨之宝 我们今天谈的是 北非开罗捷运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98讲堂的节目现场 我是杨之宝 我们今天谈的是北非 非洲的北部 文明古国埃及的 首都开罗的捷运系统 它是最美丽的 非洲城市 最大的非洲城市 最多人的非洲城市 最拥挤的非洲城市 里面的很重要的运输系统 我喜欢它 我去过 然后我喜欢它 很大的原因是 它既古典又现代 然后又多功能 我把这三个 讲清楚一点好了 第一个古典是 恐怕不多了 它是卖子票的捷运系统 在都市里 台北市买不到了 高雄也买不到 紫座的票吧 我们都有那个 悠游卡 或者捷运的塑胶的 那个腐币 就让你感受一下 很多城市都有了 即便是巴黎的捷运 还有很传统的紫票 那个紫也是印卡紫 后面有磁带 就是说我们都用感应的 因为我们不用人去管理了 我们人工越来越贵了 所以捷运或者车厢里面 自动化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虽然往往我们还是有个司机 至少没有车长了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连搭公车都有一个车长 然后车长小姐有的时候 还很漂亮 也是我们那个想象 或者心仪的对象之一 然后有人检票 甚至还有查票员 这个在先进 我们用引号讲的 先进的那个捷运城市 或者捷运系统里面 是见不到的 至少我们的生活中没有 可是在埃及 在开罗 还是有售票口 我们还是要排队 还是有一个古典的 大家可以用闭着眼睛想钻墙 有一个隔着透明的玻璃里面 我要去买票 买出来的票 其实不管你坐一站 坐十站 因为它有六十一个车站 换车都是 只要不出站 就是用那张票 它统一的价格 一致的价格 然后是纸票 然后会有人撕票 所以它其实想起来 跟传统的火车 传统的轨道运输 很接近 我这样说 可能台湾的传统火车 都比它先进 我们都不是那样子 古典的做法 可是因为有东方列车 或者其他的想象 我们都觉得火车 或者都市里的电车 或者都市里的大通运输 也可以这样子 其实还蛮古典的 所以你有一些 不是那么排斥 也许我是观光客吧 我要说 也许都市居民会希望 减票买票运作的方式 更有效率一点 如果有那个悠游卡 或者巴达桶卡 有那个可以使用 各种功能的卡 更方便 但是就一个外来者 一个观光客的角度来说 我还觉得还蛮古典的 可是别忘了 同时我又是工程师 我看到了一个 应该可以学习的方式 是什么 开罗捷运的很大的一站 就是开罗火车站 所以它的捷运 会跟火车站 衔接得很好 然后我们换乘火车 跟搭乘捷运 感觉上系统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古典的电联车 然后轨道模式都一样 甚至我的开罗工程师朋友就跟我讲 连列车的型号都可以互用 也就是说当区域线地面的电车 甚至更长程的 长程当然列车长度会长一点 但是它们有一个模组里面有动力 那么这些模组常常可以切换成 比较小的模组跟几个模组的衔接 就变成了长程线 区域线跟城市捷运的元素 也就是说轨道维修车辆 人员都可以互相流通 互相支应 这个我觉得是蛮好的 在台湾高铁台铁捷运 或者北高两地的捷运 都有不同的系统 有不同的采购 不同的人员 不同的单位运作 而且彼此之间关联 并没有那么近 比如说轨道 轨道的宽度 使用的设备都不太一样 甚至电流的强度 也都不太一样 当然开螺就是长程线 跟短程跟捷运之间的 架空线的供电的电流 也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互通的地方 更多一点 那个更多让我觉得 其实非高度开发国家 其实保留的一些弹性 跟一些融合的机会 并不是坏事 在发展到21世纪以后 我们觉得精密的分工 截然不同精卫分明的划分 对城市运作的成本来说 说不定更高 做这个事一定要用这个东西 做另外一件事 即使相同 我们也要换一个工具 换一个系统 换一个盘子 换一双筷子 这样子的做法 早期我们会觉得 是科技 是现代化 是清楚的划分 到今天为止 我们会不会觉得 它有点浪费 有一点点 在这个过程中 有叠床架屋的人事运作的成本 那么真的是好的吗 就跟我们已经开始反省了 很早以前的美国式的规划 城市里面要分商业区 住宅区 不同的服务区域 因此每个区域 只有一种功能的划分 到底是不是对的 某些商业区 到现在美国还有 就是到了晚上就变成空城 因为所有的人下班以后 就回到郊区的住宅区 可是郊区的住宅区 在白天的时候 就跟死成一样 除了少数的人以外 大部分人又到商业区去工作 或者到教育区去上学 这个不同的区的划分 是不是真的合宜 还是有一个混合区 白天时常业区 晚上也有人活动 也有住宅 那么是一个混合的 不是那么清楚的划分 反而让城市更有生命力 更活泼 而且更善用资源 更不浪费 至少不浪费空间 不浪费设施 这个概念 给我们很多反省 就是很久以前 我们觉得 清楚划分的就是先进 不那么清楚 马马虎虎 模糊 接受这个又那个 随便 就是落后 可是到了21世纪 我们开始重新想 说不定 这两个不是那么极端 中间有些灰色地带 而最聪明的规划师 最聪明的设计师 最聪明的工程师 就是善用那个灰色 找到自己城市的特色 然后让它更有效率 而且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 就是不要那么在乎 既定的价值观 很多人用一个标准看我们 譬如说用美国的标准 用法国的标准 用日本的标准 看后进国家 所以你不达到这个标准 你就是落伍 那么埃及 或者开罗这个城市 我不是那么喜欢 说实话 我在那边被骗过 被欺负过 然后做了一些笨事情 然后拥挤 或者不同人种之间 尤其我不是那么善用阿拉伯文 我知道一点点 然后阿拉伯文真的很难懂 很难看 所以我碰到一些挫折 可是我总觉得 哇 他们找到自己的运作方式 那他的捷运运作得不错 他的捷运跟铁路的衔接也不错 他的费率 单一费率的做法 至少让人民 或者普罗大众 更容易使用捷运 而且成本更低 这些也许都是有趣的发展 那也会给 以前只有一种价值观的工程师 像我 不同的启发 所以我老觉得 说不定发展到今天 台湾要走下一步路 当然应该多去看看先进国家 所谓的引号里面的先进国家 比如说美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或者更多 澳大利亚 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 是不是也该看看巴西 埃及 阿尔及利亚 或者其他的 韩国 也说不定 我要说的 其他国家的可能性 跟他们 在接受西方文化冲击以后的反省 和他们本土化的过程中里面 找到的解决方法 因为更多样的解决办法 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尤其是 不止一种的思考方式 跟解决办法 会让我们知道 人生不是非这样不可 或非那样不可 如果人生不是非这样不可 非那样不可的话 城市应该也是吧 城市就跟人一样 有他的生命 有他的特质 他有些 他就是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 因为历史 因为地理 因为不可逆转的过去的故事 让这个城市变得不同 这样的不同 是应该被珍惜的 那里面的人也不同 阿拉伯人 埃及人 当然跟台湾人不一样 或者台北人跟高雄人 恐怕也有些不同 这些不同 应该都是资产 而不是负债 那么这样的资产 创造了这样的城市 创造了这样的捷运系统 它一定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但是一定有值得珍惜 或者值得作为其他城市借近的地方 我喜欢 我真的喜欢爱奇 我也喜欢开罗的捷运 那么它不是完美 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呢 但是有去给我一些文化的冲击 跟反省的线索 那么我也希望有机会 大家都去欣赏一下 然后不只看它的金字塔 不只看它的师生人面雕像 也看它的捷运 也看它捷运运作 带来的启发 跟我们对未来的一些 想象跟思考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 酒吧讲堂 再见 再见